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美家园装修 本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一款装修神器 说它是装修神器,因为它在装修工作中应用非常广泛 并且对很多装修工作质量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通常称这款装修神器为激光 但它其实发不出激光 有时候称它为红外线 但它发出的其实也不是红外线 它发出的只是红线 但这条红线很直 而且可水平,可垂直 并且直线,水平和垂直都有很高的精确度 大家知道很多装修工作都需要找直线 找水平,或者找垂直 有了它的帮助 装修工作中找直线 找水平,或者找垂直 的精确度会有质的提升 有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的感觉 来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 这是包装盒 已经用了很多年 所以有点沧桑感 盒子顶上是把手 这样拿起来比较方便 两侧是两个卡子 可以打开或者关闭盒子 打开盒子 这个就是装修的神器 激光 这三个插槽可以插3.5号电池 激光不用的时候 可以把电池齐出来放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直线 这是激光的正面 这个是电源指示灯 这是水平激光线的按键 这是垂直激光线的按键 这是激光的直线 使用激光时 往往需要把激光稳定在一个地方 放在地上 或者是挂在墙上 这个直线 用来把激光挂在墙上 直线可以转动 顶上这个孔 可以挂在墙上的钉子 或者螺丝上 这是两块磁铁 可以吸附到墙上的金属物品上 另外还带来一个固定架 两端的这两个螺丝孔 可以用螺丝固定到墙上 这是一个夹子 可以夹在墙上的某些物品上 这一面是一片金属 和激光直线上的两块磁铁相对应 磁铁的力道还是很大的 用固定架的好处使 激光可以在固定架的金属片上上下移动 用起来比较方便 前面是激光线的灯头 下面这个位置装电池 电池盖子在这个位置可以打开 里面安装三杰五号电池 电池装好之后 合上电池盖子 这是水平激光线的按键 这是垂直激光线的按键 大概了解了一下激光的结构 再带大家了解一些激光在装修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场景 安装什么地板是开头两排一定要坐直 如果坐歪了 后面地板之间的接缝就很难再对颜色了 用肉眼观察或者拉线找直线 精确度显然是不够的 用激光线来找直线就可以有很高的精确度 开头两排地板坐直了 后面地板之间的接缝也就很容易对颜色了 想把一个房间变成两个房间吗 在中间加一道墙就可以了 但是这道墙不但要坐直还要坐垂直 用肉眼观察或者用水平齿 很难确定墙的精确位置 打一道垂直激光线 就可以在地上顶上和两侧的墙上 显示新加墙的精确位置 按照激光线来起墙 墙不但直而且垂直 坐洗手间装修时 激光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林医间墙上瓷砖 现在比较流行用一尺乘二尺的大瓷砖 竖排平贴 这种贴法要求瓷砖贴的更为精细 瓷砖必须横平竖直 流缝均匀 最终的效果才会好看 如果瓷砖贴歪了 就会很难看 两次墙上瓷砖的金属数边条 可以用激光线来找垂直 更为重要的是 第一排瓷砖 要用激光线来找水平 贴洗手间地上的瓷砖时 也可以用激光线来找直线 安装玻璃门时 玻璃门也要装垂直 不能装歪了 玻璃门两侧的边框 要用激光线来找垂直 玻璃门的顶框要做水平 这样玻璃门在使用过程中才能顺滑 可以用水平激光线来找玻璃门顶框的水平 在地下室装修中 激光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首先在做布局规划时 就需要借助激光线来确定墙的最佳位置 以便使地下室的整体布局更为合理 上灰板时 可以借助激光线来确定灰板后面木方的位置 这样可以使灰板螺丝 可以准确地打到灰板后面的木方上 就不用再担心灰板螺丝打空了 地下室的顶上很多地方要做box box的底面最好水平 并且同一区域的box底面最好在同一平面上 这样地下室才能有更好的整体视觉效果 可以借助水平激光线来达到这一目标 现在顶上比较流行装portalator portalator要成排 并且每排要成一条直线 这样才能有最佳的视觉效果 开portalator孔式 可以借助激光线 来达到每一排portalator成一条直线的效果 多数情况下 地下室的形状并不规则 铺地下室的复合地板是 需要借助激光线 来找到复合地板的最佳铺设方向 和最佳的起始铺设位置 好了 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您的支持将是我把视频做下去最大的动力 谢谢观看